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的这位讲师 他真的是情谊相挺 当时我跟张老师联系的时候 他说他这段时间 人正好在美国 因为我们张老师已经退休了 那他说没有问题 我8月17号回国 他回国就是我们展览的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他说 8月17号回国 我第一站就来教堂大学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动 那张老师他有很多的这个译作 译著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 当然是跟展览有关 那我带了两本 就是最有关系的应该就是这一本 就是挖开兔子洞 那这里面 大家如果觉得 你刚刚看展览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这里面有更多更多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要透过一个类似导读的方式 来带领大家发掘里面的趣味 真的很好玩 像你看它小小的一个童话故事 里面好多的数学 语言 谜语 双关语 然后还有当时历史背景等等 可以讲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我可不可以先稍微问一下 有参加我们第一场讲座 善微章老师那场讲座的朋友 可不可以举个手 OK我们有少数的朋友有参加那场演讲 好那大多数朋友都没有参加 我相信一定会觉得有一些遗憾 没有问题 我们会把那个演讲的录影 后置剪辑以后放在YouTube 那你要怎么找到我们的那个录影的这个 这个记录呢 怎么找 问你啊 你是国中生还是高中生 国中生 好 国中生不上不下 就是正在这个像什么 当大人 所以会比较害羞 有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可以跟我们分享 假如你要找科教中心的影片 你要怎么找 好 谢谢 衣服上面的网址 衣服上面的网址 对啊 这是史上最短的网址 如果你现在还要拿笔出来记 这样就太丢脸了 因为有这么短 科学教育中心 科教嘛 然后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台湾嘛 所以科教 叫TW 所以欢迎上这个网站 我们事实上办了非常多的活动 科普类的 科教类的 各式各样的资源 都在那网站上 欢迎大家随时多加利用 好 那 时间宝贵 而且大家还有部分的朋友 待会要去看展览 那我就先把现在这个宝贵时间 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师 张华老师 请大家掌声 他跟张华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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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祝教授 今天 真的出了预料 想通过蛮多的 那我可能要脱稿演出 可能有些东西 就配合我的观众 来调整我的讲稿 那 在之前 我 来位同学可以等一下 2.50分钟给我一个记号 来位可以给我一个记号 我调整 我调整 因为我可能要调整 那个内容 对对对对 好不好 谢谢 那在我讲之前 我要跟各位做一个很小很小的游戏 在座除了诸位老师之外 有谁认识我没有 以前有没有记得没有 没有 缺诊没有 就算诸位是没有 因为我就是一位爱丽丝 才能做了事认识 那中央大学是上另外两位老师 我十二年前跟了很经历的 一个是上尾 上尾 上尾 还有一个 林文奇刚尾 也就是因为一位爱丽丝 才更能认识 所以爱丽丝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一个 关键的一本书 那我今天要提出一个 心灵感应的测验 你们大概不正视我 也不喜欢我家里的状况 对不对 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家里一样有一个 爱他一个 儿子一个 女儿一个 OK 请各位准备回答 请问我女儿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阿丽丝 是不是心灵感应 还是什么 找出一个科学的课题吗 可以 那是逻辑 逻辑可以 好啦 我女儿知道五月分解问题 就好 她请我温度大家 谢谢 那很可惜 我不敢把她的照片拖鑽 因为 你会怀疑我在事务行销的时候 我也放心 今天这个题目叫 卡洛卡就是 阿丽丝的作讲 她作品里面的科学里面的游戏 那因为今天我们小朋友很多 可能我会讲得慢一点 那可能 我准备了一百张块的一遍 可能会讲不完 所以我刚才请主 朱老师各位 2.50的训练 训练说 不会调整这个内容 看着光来调整 可以主 接下来 我现在就开始了 我今天 今天拿到这个现场 真的 非常非常感动 第一个 同学到车站的结果 这是 我想 朱老师是很受到的 第二个 我进到这个会场的时候 发现这个设计非常好 居然要钻洞过去 这是很好的设计 而且钻个洞 我本来不想钻 而我真的后来也钻过去 大家就不知道 我就钻 所以我死了 我发现一句 真的一个很大的感动 就是你们设想非常好 一进去 下面居然真的有个洞 这个车衣装非常的够像 然后 过去呢 就是其他展示的回想 那个风帽匠 风茶会那边 那位主持的同学 你们真的是挑蓝 那造型真的非常像 那个鼻子 真的非常像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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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像 你们这个有挑角色 好像有挑那么低 还有一个 本来上次跟朱老师 都逃过那么低 发现你们就要解决了 你们发那个牌以后 我怎么抽指指牌 我还想了半天说 怎么用机器 用抽空间来说 结果你们真的很厉害 照小朋友来说 真的就是已经 利用这个人工 代替这个机器 已经非常非常好 真的我真的里面 非常非常感动 很多东西 包括那个三个嘴巴 真的 我还没想到 你会找到这个东西 因为我来之前 上个礼拜六 我刚刚去美国 有个地方专门卖 这种爱丽丝专卖品 她说她只有一家 我错了一句 我英国有一家 你去哪 她知道 英国有一家 她说她全家有婚姻 有家我英国那家去 她都知道 可是人家底下说 我自己家是比较好的 她还是在我原来的房 但是 我今天不是上个礼拜 在美国买的 就这一件 好 那请 请谢观看 我现在稍微方块一下 这个大概是说 那这样我的笔 我现在就给各位报告一下 我大概 这个大概我读爱丽丝福 1980年的时候 民国七十年左右 初年 我就看到这本故事 这个故事啊 虽然在外面翻译了 非常写得非常好 已经满满好的 我那时候在学习英文 我就找到这本英文版本 在卡在那边找 就没有办法 后来就找到我 这本 这几本 真的还有一个 后来一个朋友呢 好心送了一本大陆的 所以我启蒙了 《赞泰基政》 1980年 1990年 上美国 找了这本 《触节版》 然后找到一本 卡洛尔的全集 不是群集 但是插号的群集 然后呢 我就找到 这个人呢 《触节版》到2000年 又出了新《触节版》 我就马上拿完过来 然后这个人 也写了一些 卡洛尔的一些数学的书 我当时大概2000年 大概买下来了 下一页 下一页 我现在2000年 我开始说 《触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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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另外 《触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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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个时候 我就听说 中原大学有两位老师 在研究阿丽丝 我是特别来拜访 所以大概12年前 就认识他们两位 后来今年才认识初老师 那后来呢 那两年近一点 我就把这个 新人写什么书 但是呢 那时候另外 他第23年 有数据跑来找我 因为他 他们发表 他出到我 找我出版 2011年 就出了自己 两本都出完了 1013年 2013年 所以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今天呢 我把这个节目 叫做工茶会时间 希望大家 是一个好玩的时间 这个节目呢 他这个数据会 有最好的办法 是你学着工资 我是工资 你也是工资 你不工资 就不会到这里来 蛮好玩的句话 但实际上就在 我计算上面 就蛮好玩的 所以大家 如果在这个 一、二多中途里面 大家工赏 大概 喜欢爱丽丝的人 大概有点疯狂的店 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六 五号 去在美国 我自己家专门卖爱丽丝店 卖天丝 用几个东西 在这里 地图也有 我们家里 知道我爱爱丽丝 都会多考虑 大概花了三千万万块钱 OK 现在下一件 OK 那时候呢 在维多利亚的时候 那本书出的时代呢 是维多利亚比亚五号 的时代 他们时期太后 大概比较晚了一点点 你看 1835、1819 他在位呢 1860晚了三十年左右 然后呢 可是去世大概是好 所以实际上 世界上两大博家 我反说强迫 因为讲识在清朝那时候 已经完成了 这两大博家 都是女生代理的 单位 就是维多利亚 他一个生的 四个男、五个女 就只有小孩 這真的還要 OK 那时候呢 這個文化很俗盛 有患家 有女朋友 她也要什麽 愛丽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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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你的解放也那時候開始 然後所謂說顧你的解放 因為那時候往臨 騎腳阿車 你身以前出門都要坐馬車 坐在公司 後來有阿車出現的時候 他們馬上就跑了 可以騎腳阿車出去了 裙子也不用穿那場 因為要有騎腳阿車 所以裙子的感覺比較緊張一點 比較常旅遊 通過旅途也是那時候開始 然後風濕度 因為那時候 那個窮真的很窮 很多同工 很多同工 所以後來勞工制度有辦法改善了 當時是學校制度 那時候科技的有攝影出來了 同一國人那時候出來了 練鋼法 駁油路 腳踏車 捷運也是都出來 安全火台 抽水馬桶 紅機等等 都在差不多那些出來 所以上很多學校的遊戲 裝迷腸之類的 也是有那時候在我們同一國練習的地方 那時候有三個查爾什 在他們時代 同一個時代 三個查爾什 在他們時代 同一個時代 三個查爾什 一個人就是達五個 他們就有查爾什 第二個查爾什 人跟死 當然也叫查爾什 再來一個查爾什 人跟死 當然也叫查爾什 再來一個查爾什 人跟死 當然也叫查爾什 結果 聽說 今天去參加參觀都要復門推 有個人在這裡門口守著 要復門推 這邊呢 就是他的院長 在愛麗斯家住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在那裡呢?在讀書館座,讀書館在哪裡?就在這裡 就正對著愛麗絲家的後院,所以她現在可以看到愛麗絲在這裡玩 那各位看了建築畫的經驟,可以注意一下,這裡有個雙石圖文的文化,這裡有個大建築文的文化, 什麼東西呢?各位記得嗎?有沒有看到?哈利波克,哈利波克場景對不對? 看著窗子就這個,這個是非常有一個地方,進去好像也另外有錢 我希望大概明年後年我會去 那她就在裡面,在這個教堂畢業,她的成績很好,自己也高分畢業 然後一直1856到1811年,當成基督教會合這個講師 然後呢,1856年,認識愛麗絲,然後呢,就旅遊正義士就寫了這兩本書 這是她簽字,這個真名的簽字,這個是她筆名的簽字 而她對外一直不承認這個人就是這個人 所以她把她當成兩個人分開出來,不過她真的在世上也差別蠻大的 OK,這個是,這個很大,很好玩 我坐下來,你們看就好 這位子,你看她給小朋友寫信,她會啊 寫了信,你看這樣的信 你們會有英文的話,大概會讀哈 My dear, though I don't give birthday presents, still I,這個什麼 Apple跟 June,中間是什麼 May, still I may write a better birthday letter OK,大概就這樣子,這個是,這是什麼 Hand,對不對 Hand,把那個H drop掉,英文很喜歡,把那個H拿掉 變成m,這是m,這是but,這是door I came to your door to give a wish, to wish you many happy returns of the day, but the cat met me and took me for a mouse OK, and hunted,這個and,這個手 Hunted me up and down, till I could hardly stand 這個架什麼,叫stand OK, however, somehow I got into the house, and then the mouse met me and took me for a cat and petted me 後面還有,這個就是一個,叫做rippers 這個小孩子,希望小孩子的書裡面盡量有些東西 這個呢,他這個很作怪,就寫信叫不好好寫,就繞了一圈寫這樣 這封信也是奇怪,這個呢,反怪寫,禁止,禁止的寫法 這封信呢,你不止一看,還以為是很正常的信對不對 事實上,他從尾巴寫起,簽名,uncle loving you are loving me uncle instead 就是說,他是,信是這樣讀過來的,從內頭讀過來的 他寫的時候,是用尾巴往前寫,這個很天才吧 所以他很作怪,就常會跟小孩子玩這種遊戲 OK,講到攝影,他很喜歡攝影1856年,看攝影1880年 那時候的攝影是很少很少的技術 照相機要發明大概十幾年左右,1856 照相機最好發明才1840年,才十幾年的光景 而且那時候很重,要飛車很重,因為拍完了馬上要衝洗 當場要衝洗,所以你要,搞定要帶一部馬車去郊外的話 所以這個是很慢的,好,這張照片是一張很好的圖 解釋當時為什麼辛苦 這個人有沒有注意到,後面是有個架子頂著這個頭 因為他照相那時候很慢,速度非常慢 有沒有,對,可以可以可以 速度很慢,所以要照四十幾秒,所以他要數 所以你這個頭不能動,怎麼把他就弄個架子給頂著他 好,這個架子還可以調前調後,你要調前都可以 好,反正你已經不能動,那時候沒有燈光 用什麼?太陽光,太陽光什麼呢? 用這個來調整太陽光的角度 需要這個角度照後來就拉這個,要不然就拉這個要 再拉這個,要有太陽光,沒太陽光他就不能做生物 OK,那手上他拿著一個,這個照相機沒錯 手上拿著什麼東西?鏡頭蓋 你看,這個鏡頭蓋做什麼用?他那時候我很抱歉沒有派門 數到四十幾秒,時間到了,把它蓋上去 OK,你們要注意到,這個人為什麼穿了一條圍裙 因為他照完了,馬上要把玻璃片拿去沖洗 馬上做的,所以他就要把那個穿著圍裙馬上弄完去沖洗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而且聽說,聽說你一個洗照片,這個手會弄黑 所以卡洛爾,他一輩子都戴著那個手套 聽說就因為他喜歡照相,結果把手弄髒了,弄黑了 他整天都戴著手套,OK 這個就是他住的地方,OK 那下來我們看,1856年4月25號,他想去試那個攝影機 剛才看到三個小女孩,就認識了艾麗絲,剛剛三個小女孩 那時候他二十歲,艾麗絲才四歲,加滿四歲還沒有到 因為艾麗絲是五月,五月四號生日 所以差一點點,差幾天的生日 所以四歲他就認識了他們三姐妹 他是小小朋友,這個是1959年,196年沒有最後 有艾麗絲七八歲的時候照了照片 你們各位猜哪一個賽律師? 這一張哪一個? 哪一個看起來比較聰明? 對,你看他三個裡面,是不是比較聰明一點看起來? 對不對? 你看這兩個永遠在呆 這個是真的,眼睛真的會,真的真的比較聰明 這個就是他的,這張很漂亮,他故意扮那個乞丐的樣子 這個就是艾麗絲,這張很漂亮 真的是,這張很漂亮 大概是1962年八歲,七歲或者八歲的時候照的照片 那艾麗絲的艾麗絲也真的是只有七歲 大概那時候的照片 所以186年也,你看三個姐妹 你們的視察就要說快一點 就是會擺姿勢對不對? 這就是他,這個很難得喔 我相信他們三姐妹真的已經很好摩托了 就是說不動,一動就模糊掉了 所以他們三個訓練結果都拍得蠻好的 所以他幫人拍了很多照片 這次到艾麗絲18歲的時候照的照片 開始表情不對了,為什麼? 他跟卡洛鬧翻了 這張最後一張卡洛幫他照的照片 真的表情就不太對,很不高興 他有很無賴的樣子 這張艾麗絲晚年的時候照的 這個是報紙上的消息,艾麗絲去年去世那時候 這個報紙的消息,說他去世了 就把它照片分出來,所以當年報紙的簡報 講到艾麗絲一點點好了 艾麗絲他是十個小孩,他家裡有十個小孩 他排完老四,他前面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 然後他父親是基督教堂學院的院長 就是塔洛爾德頂頭上司 然後1880年,他是28歲才結婚 那時候已經消耗完了 生了三個小孩,有兩個死於一次大戰 剩下一個,到時候陪他到老了 所以1862年7月4號 卡洛爾帶了兩、三個小孩去划船 中間還帶了他好朋友叫Dugwood 三個小孩去划船 他其實有臨時講的故事 他每次出去都講故事 可是他這次講故事特別精彩 那後來艾麗絲就要求 是不是把這個故事寫下來 他真的就花了兩年六時間 自己寫故事件畫插圖 然後到1861年11月初手繪本 金莊拿出金莊羊皮封面 送給艾麗絲 後來朋友看到這本書 覺得非常好 建議他拿來出版 他自己擴大白血 然後他請了專業畫家的插圖 成了現在1865年 1865年到明年剛好150週年 那美國的卡洛爾會明年150週年 在明約會有一張很盛大的慶祝大會 我會去 那大概各位有興趣就跟我去一去 所以今天精致這個案例是賣於其境 那我書上有一張畫 有一張拉長條 有一張畫拉長條那一張 那個美國卡洛爾協會呢 他已經看上了這幅長條這幅畫 他也把它印在書裡面 同時我已經送了一張 他要掛在現場 他們非常親像這一張 後來又把它再改版一下 做成他們會掛在現場 還有會附在他們出版的書 這就是當初卡洛爾親手解的那本書 事實上看起來是你的底細 最後一頁呢 表面看起來 他是貼了愛麗絲的照片 有人貼在上面 沒有人發現底下的畫臉 可是畫了不滿意 他就把愛麗絲的照片貼上回 然後去晚視呢 晚視會視我 如果過藍絲這些 後來才人家發現底下 畫了一個愛麗絲的照片 可是這本書後來藍絲不滿意 什麼呢 愛麗絲不喜歡 這本書其實是愛麗絲的代表主 他不喜歡 所以他一把照片記錄到哪個 所以你呢 他確認出來都是沒有照片 然後你跟卡洛爾怎麼畫的方法呢 他哪一張畫作 學那樣子把它改成這樣 這個我們大家很多模仿 都是這樣模仿的 寶學 OK呢 除了寫小說 還有其他 奇怪的Brown的這兩本是小說 可是裡面也是思索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數學的書 還有一本是古羅西的書 他其他一個數學的書 OK 那卡洛爾文靈感的來源 第一個是愛麗絲的書籍 比如說五月四到五 是愛麗絲的 甚至 他就把它藏在故事 是我放太遠了 OK 還有錦底三個姐妹的名字 也是用愛麗絲的名字改裝的 然後當作社會的習俗 比如說茶會啊 海灘 法庭 學校 新的發明呢 重力火車 地球科學 腳踏車 油票 火車 他就把它放在書裡面 還有邏輯 邏輯很重要 所以呢 等一下我會講一些邏輯 還有我同意 還有遊戲 鬥娃娃屋 如果是火是水 加上去華屋 或是把西洋集水 他就把它放去 事實上叫去把這個東西 拿了很多提材 拿了一些什麼 可能 他事實上是 用了提材 把他餓整一下 把他都改了個樣子 所以 事實上愛麗絲 從那個 兔子洞掉下去 很多東西 都是違反 切實上 違反物理 會掉的那麼深 不會受傷 違反物理 也違反邏輯 也違反邏輯 很多邏輯講起來 瘋瘋癲癲癲癲 是違反邏輯的 很多也違反當時的教訓 那個禮節 他可以跟王后大吼大叫 很多也違反他學校功課 譬如說他背書背錯了 都是違反的 所以他整個來講 就是違反 所有常態的東西 就是 這是我剛才那一幅畫 變大變小 從這個兔子 大概50公分 愛麗絲我 假定這120公分 變到最大 大概2米4 有9 8英尺 最小大概7.5公分 然後到最後 他變回原來大小1米2 大概就是算出來 這個 這幅好像早來沒人做過 所以他們卡羅學會非常要了過去 接下來 我就講那些科學的根據 他 一進去之後 好像隧道沒進去往下掉 就是說你一個人在這裡 你要往下 要往往往 重力火車怎麼往往 你要從這裡 有一條平的洞 跑過來 然後不然就往下掉 也就是說 模擬這個 所以這個火車 如果 直接掉下去到地心 慢慢消失 馬上回來 所以出來 他們有相信是在哪裡 在紐西蘭 從英國 掉到地球的對面 就是紐西蘭 所以他的故事裡面 就會 講到說 我可能 出來的時候就掉在 你 掉在紐西蘭 報告一下 OK 好像有角度問題 就掉在 事實上就是 當時的相信 就是說 掉過去就是紐西蘭 所以呢 可是 阿里斯這時候呢 就想 給他 抓了一個瓶子 裡面寫的 沉下 他以為他可能 他通的想丟掉 可是這種 不管因為 砸下去 會掉下去 會砸死什麼 那可是物理上來講 他丟不掉下去 他丟不下去 因為他也是往下掉 瓶子也是往下掉 所以呢 兩個都是那個自由體 自由落體 他不能往下 不能砸死人 好 所以 在另外一本書 也有講到這個問題 你這 人這樣往下掉的時候 是不可能 再把東西往 掉 掉成比你更快的 OK 這樣 他另外一個 叫一個地方 他走 他是叫 他是想說 跑到地球另外一頭 出來的時候 人的腳是往下走的 什麼意思 就是地球是圓的嘛 所以剛才看 人 你們看 人在這邊好像 是朝下 那其他人是不是 腳朝上 他們認為說 這邊的人是腳朝下 這邊的人是腳朝下 所以他叫做 道 這個叫道 字地 是道字 這個字 他讀錯了 以為是這 就把這個英文也說錯了 那 所以他以為是 流行來澳洲 就是在下 那 在南半水 所以呢 這個道什麼 台灣在哪裡 台灣 跟什麼地方 接呢 在這裡 台灣 另外一個 跟台灣相對的地方 就是 巴拉圭打更停 所以 台北 往下挖 會挖到更停 那中南 或者呢 往下挖 跑到 巴拉圭去 所以是兩個國家 所以 而且很奇怪 台方 北方 就是 從 佛摩沙島 在這裡 有個佛摩沙 省 就剛好在台灣 對 這件蠻好奇怪 就是說剛好 這個省就在台灣 他一直掉下去 變大 變小 他怎麼變呢 他看到一個 一媽進去一個大梯 跟著那個兔子 進去一個大廳 這個大廳呢 就看到很多門 可是每個門都打不開 那就後來最後最後就發現 霧林後面還有一個小門 他一打開 真的就打開了 一看 看到門洞是什麼呢 裡面有很漂亮的噴水池 還有花園 太大 鑽不過去 那怎麼辦 想 那天要鑽 鑽不過去 他 他就看到桌子上 有一張那個 有個鑰匙 可以打開那個門的 可是呢 人太大 鑽不過去 後來發現有蛋糕 蛋糕上面寫 你吃我 他就把它撕下去了 撕下去 一變 變小了 真的可以鑽了過去 可是這時候 他發現忘了把鑰匙拿過來 鑰匙在桌子上 他 拿不滾 拿不滾 又開不了門 他後來又發現有冰水 所以他就這樣講說 不是 看到一個玻璃館 有個盒子 有個蛋糕 後來是看到蛋糕 前面當然喝水 就說 吃物變大 就可以拿到鑰匙 當作變小了 他說吃了變大 可以拿到鑰匙 吃了變小 就可以變得更小 所以門縫被鑽了過去 這個邏輯上有沒有問題 除了兩個可能 除了兩個可能 變大 變小 對不對 他就是 很多東西 不是說只有鑰匙 還有鑰匙 花也是一樣 紅花有 有藍花有黃花 可是還有別的顏色花 你不能說紅花跟藍花 別的花不講 就不行 所以還有別的花 黑白也是一樣 黑白還有中間色 所以這個邏輯上 叫做排中率 你不能違反這個排中率 對 他這裡是數 他的數學乘數表 我的乘數表是 一會背到十二 因為 英國是流行 那都是賣打的 一打兩打 一打十二個 所以他們 一定要背 對 所以可是他背了很奇怪 四五十二 四二是十二 一開始 就是四五 四六十三 就是四五十二十三 四七十四 跳下去 就是怎麼啦 他也違反數學了 也開始違反功課對不對 四五二十 所以這邊它是一直沈下去 一邊是架下去 還有更 你們 你們唱得出來嗎 你們唱得出來嗎 我只有翻譯的時候 因為這是一首 一首模仿的歌 它把它改字 英文呢 也是有 把原來的詩 改掉一首歌 改掉了 中文呢也是 我就 在翻譯啊 原理你是模仿 我又找一首 中文的歌來模仿 中文的什麼兒歌呢 嘩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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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何依稀微巴 小魚小魚 子依偏偏耍 上他嘴巴 盛開抓 翻小魚來玩耍 嘩啦 嘩啦 嘩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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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啦啦啦 嘩啦啦啦啦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唱了 對不對 我那本書裡面 很多歌都可以唱的 別人不能唱 我自己都可以唱的 那就是說 故事也對了 文字也對了 這個鱷魚呢 就加上 嘴巴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好玩 一個 後來就發現 就是那個小肚子來了 小肚子呢 看到他 他長得那麼大 下了一條 下了一條 就跑了 那留下他的扇子 跟他的手套 那艾麗絲呢 就把他的手套 都在那邊 天氣很熱 那他手套起來 然後 研究於一扇呢 發現 為什麼人自己變縮起來 一縮 縮起來 大概十幾公分 大概十二公分左右 就變得太小了 然後講這句話 然後呢 就滑到他那邊 就跟著游泳 游泳 就碰到那裡 小老鼠 就跟著很多動物 都跑到那個水裡面去 就游過去 游到岸邊 游到岸邊 大家就跑起來 覺得絲絲絲絲絲絲 那其中有了 他馬上就跟著動物 就認識了 那這有這家 跟鸚鵡 鸚鵡 鵡事實上呢 就是他姐姐 畫臉 是他姐姐 說他們兩個 好像從小認識 你不是他故事背景 會覺得很好玩 不知道背景 故事背景就不好玩 對不對 所以你們需要看這個 故事背景就這樣子 那 就要比姆怎麼說呢 我年紀沒大 當然比姆說 生氣了 講不過他 就這麼講 那事實上 這個邏輯上都不對了 你年紀大又怎麼樣 其實 你不能跟人家跟我講道 不能說年紀大又 所以他們叫做什麼 好 後來就有了男子 選揮 就是一個螺絲 可是那時候 那英國呢 因為小孩你要聽大神的話 捉大神的話 他這中文是 好 所以阿尼斯很聰明喔 那你要告訴你多大 好 阿尼斯也很聰明 但他們真的說呢 你大你告訴你多大 當英國一個人講 所以兩個人就不講話 寫著這個南國你不信的話 OK 好啦 後來他那個老鼠 是為了說 你們要 你們要把衣服弄乾對不對 我講了一個 古兆的故事 給他給你聽 你們聽了 一定會把 變成很古兆 衣服就弄乾了 結果他講了故事 講了講 後來今天老鼠就問他了 你阿 那意思你沒有在聽 你在吃 你在幹嘛 大家就想 就想說 對不起我講 我想你是講的 因為他講的故事 還叫老鼠 把原貌的支出 各位看了 那我出去就知道 所以我今天沒有準備 有講的我來 所以我沒有把那個 那個老鼠 把老鼠出來 或是知道什麼 然後我會 這個講的那我會 那他意思是說 還有那個 講那個原貌 那個老鼠說 還有一大節 那老 那意思是說 什麼你阿 尾巴有個騎阿 我告訴你 還 所以老鼠就生氣了 英文就跟NO 所以 中文事實上 你跟NO 有四個解 對不對 他們NO 還沒有到 解 對不對 可是我給各位 比較一下 這個在英文 那大部初的趙文聖 怎麼辦呢 他是還沒有到 沒有刀 這個刀就好怪 那趙文聖事實上 有一個 他有一個地方不錯 這個翻譯 這個翻譯 這個翻譯呢 要從後往上翻 就是說 你結論結果是NO 是結 我要翻成結 這樣我後面再找一個結 來做到 因此 那趙文聖事實上沒有 他從前面往後翻了 沒有刀 沒有刀 就跑不到這個結尾 所以趙文聖事實上 那時候就說 不是讓我對他不滿意 為什麼我會犯些不斷 就是說他有一個地方是 從前面往翻是不對的 尤其算不斷 不知道什麼 OK 那 這是一個 對 對 這個 這是剛才講的 那個老主 各位小朋友看一下 慢慢繼續 這上童話故事 有一種叫做 這個叫做 叫做 圖案詩 把詩寫成圖案的樣子 叫 這個就是當初 因為他掌握了這種技巧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邏輯 他後來就碰到 有一次他脖子變得很長 他中間遇到那個什麼 毛毛蟲 各位有看到 毛毛蟲 毛毛蟲就跟他講的話 就叫他說 要走的時候說 你要吃那個毛布上 草布上的那個 那個兩邊 你扒一塊下去 因為這樣你長高 因為這樣你長矮 長小 他吃了一塊呢 脖子變得很長 這時候他就 長的那個脖子呢 比那個樹還長 結果就碰到一隻那個鴿子 哥說你這個脖子 那麼長的叫蛇啊 他以為他是蛇 所以呢 所以那個 愛麗絲我不蛇 我是人 那哥哥說 我不相信 你沒有看過人的脖子這麼長的 我敢說 你一定很愛吃蛋 愛麗絲說 我是很老 我是愛吃蛋 那所以 那哥哥說 我不相信 你如果吃蛋 我只能說你是蛇 這時候邏輯上也是不對 你 理論上怎麼講呢 這邊是個子的邏輯 所有蛇都吃蛋 愛麗絲吃蛋 所以愛麗絲是蛇 這樣對嗎 對不對 我愛吃你有這種 你也愛吃你有這種 所以我是你 對嗎 那請問這樣哪裡不對 請問出一個道理嗎 是他大前提不對 他如果說要證明愛麗絲是蛇 是怎麼講 只有蛇吃蛋 除非你能證明說 只有蛇吃蛋 別人共夫吃蛋的話 愛麗絲吃蛋 所以愛麗絲是蛇 可是你大前提提 說出來就不對了 是假的 所以他整個邏輯錯掉 謝謝 那我這個資格 可能要短快一點 這個時間正困了 那這個邏輯 愛麗絲走到那個公爵 公爵附贈輪口 他要進去 問那個守門人 我要怎麼進去 那守門人聰明 你要進去嗎 你能不能進去 這是第一個問題 你光是問我進去可以嗎 不可以 跟你在電語園裡面 你在電語園裡面 你沒有買票 你已經不能進去 你問人家我怎麼進去 他會叫你先去買票 所以這叫做複合的問題 你問人問題是常連問題 你比如說老師問你 你什麼時候不再犯規 不再考試不作弊 不再的話 表示你常連問題 以前有作弊 你不能承認 對不對 好 這邊是公 他這個是矛盾 前面他說 才去貓 後面是會笑 後面呢 貓都會笑 而且大家都會笑 是兩個是矛盾 OK 那這個呢 講到前者的翻譯的問題 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就不去講 他事實上這個算是蠻精彩 翻譯上一個問題 就當夫這個人 把所有全世界的翻譯版都收來了 然後呢 叫很多人把翻譯版本 翻回 從原來語文 翻回英文 看你怎麼翻 那當時我忠祐翻譯版 他真的就找到張遠征 結果照遠征把它翻回去 就在研究 後來造成一個風氣 大家都在收集 全世界的翻譯版本 也沒有人 收集很多 聽說有一位 長遠兩萬多本 全世界的翻譯版本 他不看 他看不到 他再就會收集 那包括也 這個就是他 他的出軟 那一本書 1966幾年出版的 所以他明年也會 重新把所有翻譯版本 再翻一遍 再出版一本新的翻譯討論 就是用第七章 這第七章 裡面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譬如說這個邏輯 肯定後見 就比較複雜 我就不講 我簡單講一下 肯定後見 是很簡單一個邏輯 譬如說 我今天在台北 那我一定在台灣 對不對 你不能反過來講說 你在台灣 你一定在台北 這是邏輯的問題 你不能反過來講 譬如說結論在這裡 台北在這裡 我在台北 我在台北 我一定在台灣 可是不能說 我在台灣 我一定在台北 這是很簡單邏輯 可是有時候會 會說 逆向轉化就不對 OK 那這首 大家會唱吧 他感知好 照耳可以唱 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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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天都是小編 乎 乎這天公 穿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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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趙元 沒有 所以他只能翻 他只能翻 這題呢 歌底有定個定個小編 然後坐在你 來坐我走地 飛起來街上 這樣高 像個小朋友飄好飄 只能動向翻 唱不出來 這個呢 也是一個 他故事裡面有 有把愛麗絲三節 那當初 趙元翻了 艾爾斯 納斯 鐵梨 都看不出什麼意思 然後就 愛麗絲三節 愛麗絲 那這個一個算式 就不講了 我後面講到什麼 講到一個 他是講 我的老師 他是海 他是陸龜 我們都叫他海獅 為什麼 他叫海底的老師 那應該叫什麼 Tortoys He taught us 英文讀起來是一樣的 同音 Tortoys 跟Torters 英國人讀起來 尤其笑 那當時那個 趙元人變成 他想到那個 那個王八 王八 所以叫做 老甲魚跟老王 變成老王去了 這是當初的辦法 那我想 這首呢 大家可以唱一唱 什麼歌 瓜尼女王一秒 你走快一點 好不好 謝你堆管一百多刀 有條 你欲在後面 睡一雅 才會為你把手 所以我翻的這本 是第一本 可以唱得出來的歌 那這是趙元人翻的 就是不能唱的 就是趙元人翻一翻而已 OK 那我自己 很快就跳到第二本書 第二本書有個訣竅 各位看看 他講到很多是發明 所以他有一張 特別講到發明 後面呢 這一點 有敘事 講到 雖然你跟我歲數 剛好相差半輩子 事實上真的是 兩個相差半輩子 卡洛爾是四十歲 艾利恩 那其實已經二十歲了 所以裡面 你這個故事會 發現他好玩的一平方 這個一個簡單的算數 愛麗絲呢 這本書 兩個根據一個發明 一個就是 一個西洋旗 西洋旗呢 從第一部開始 愛麗絲是個小兵 這是紅王后 兩個人 各位看 小兵在這裡 紅王后在這裡 那講完話呢 紅王后不見了 他跑來去跑去去 那愛麗絲那是小兵 小兵第一步 可以走兩步 是一樣直接 走兩步 他會在這一塊 他要搭火車 怎麼搭呢 這個火車是什麼 他們是同等車廂 那時候那個英國人 是很豪華的 這個模仿什麼 模仿小 那個黃瓜 南瓜馬車的樣子 穿著造型 那就是穿著 你看 這幅畫跟這幅畫是超過來的 大家都有錢 穿著玲瓏的寵斷 然後他們出門的時候 一個大帽子 一定有戴個禮貌 表示他出門去了 很奇怪 他們的禮俗 這個是他們的奇怪 那當初就牽涉到火車 182年出現 所以他很多東西 都提到當初的新發病 好 另外一個 他說他有郵票 阿里斯有一個頭 這個郵票也是一個頭 所以他用郵票把它寄回去 所以就提到郵票了 或者呢 應該把它當電棒把回去 電棒也是1840年發明的 所以他又捨得電棒 後來呢 剩下呢 叫他拉著火車走 那時候1860年 這個火車還沒有補兵的時候 他的 美國有的街車是用馬來 拉這個鐵軌的車 所以他當初都跟當代發明有點關係 OK 這是卡洛爾發明那個 夾郵票的盒子 我那時候我在美國還看到 有這個東西在賣 他是穿古董的 可能賣得很貴 就 郵票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這一本是阿里斯抱著豬 抱著小孩 後面插出來 拉出來 就被阿里斯抱著豬 那裡面第四章講的 哈拉丁哈拉當 我翻的話名字跟別人不一樣 這兩個人呢 就 辣相館 可能模仿當時1835年的辣相館 辣相館 辣相館怎麼呢 竟然找一個假人 跟真人 站在一起 真的很像 我在香港也開過 所以他就說 杜沙夫人辣相館 香港有一個 上海有一個 美國的救濟山也有 很多地方 大陸英國也有 你看這兩個人 我真的分不出哪一個聖誕的講 OK 那這邊就講了真氣漆 那真的是說 真氣漆當時的發明 他也提到真氣漆 走到這裡呢 艾麗絲已經走到這裡了 然後現在 突然間擺完後呢 就追著跑過來 他那個圍巾掉了 給風吹走 吹到艾麗絲旁邊 結果兩個人就彈起壞了 就變成這個棋子 像 艾麗絲在這邊 在右邊 白王后在左邊 對不對 兩個人看到相對 然後突然間 場景一變 變成什麼 艾麗絲還是在右邊 這個白王后 突然變成 伊斯馬蟻羊了 就在左邊 後來兩個人 突然間就發現說 那個墊變成一條小猴了 兩個就划船 划過去 然後呢 艾麗絲說 我要買一個蛋 那這個羊 告訴說 那個蛋放在架子上 你自己去拿 然後突然間 整個場景不見了 那個蛋就變成一個蛋圖人 那個蛋的人 蛋的人 又講了一些故事 我這裡看 我們也準備下來了 好 到馬上跳到第八章 第八章 講到一個 那個獨角獸 跟獅子 在爭這個皇冠 那事實上 這個跟 這是真的 英國的國歸 各位有沒有知道 剛好左右相反 有沒有 因為它在鏡子裡面 所以它畫得比較很用心 就是左右相反來畫 而且這首詩 也可以 有節奏的讀出來 獅子和獨角獸在爭皇冠 獅子把獨角獸趕得蠻成鑽 有人給白麵包 有人給黑麵包 有人給葡萄餅 打鼓把他們趕好 有節奏的 雖然唱不出來 這可以節奏讀的 好 愛麗絲這時候已經主到這邊了 這時候白麵包已經跑到邊 逆過去了 突然間有一頭白棋 紅棋士跑過來 當當當就跑過來 他說 你是我的俘虜 那愛麗絲正在不曉得怎麼辦 當當當 突然間一匹白馬 就跑過來 他說 他是我的俘虜 所以兩個就開始打起來 所以場面上可以看起來 兩匹馬在這裡打 兩人在這裡打 愛麗絲呢 在右鍋 對不對 剛好是相對了 後來這個紅棋士輸了 就跑了 那就這個白棋士呢 跑到這裡 就送到這個河邊 過了這個河呢 這裡每條是表示一條河 那就白棋士呢 白棋士送到白棋士 突然間就往這邊走 回到原位 那愛麗絲呢 跳過這個河 又變得往後 那時候 所以這個白棋士後來呢 兩個對話的時候 講到一個 這個白棋士很糟糕 他騎馬不會騎 每次都買走 他就往下摔 那愛麗絲後來不耐買 他說應該騎 有輪子的木馬 這裡面事實上是 木馬是有狀觀語 一般是我們小孩子騎的木馬 叫木馬 另外一種更早的木馬是什麼呢 我們各位看看 這個時候騎馬是會摔跤 是影射什麼 影射那時候的獨輪腳踏車 那個大小的腳踏車 這是很久會摔跤 因為輪子大的話 一煞車整個就往下摔 所以他影射他騎車 騎士會往下摔 就是以這個來源 那什麼叫穩輪子的木馬呢 原來在騎腳踏車發明之前 最早的腳踏車是木座的 這個車子真的就叫木馬 所以愛麗絲 事實上是講的說 這種木馬 你就不會騎這種木馬 那這個木馬怎麼騎呢 沒有腳踏的 用兩隻腳在地上輪流踩 所以當初的腳踏車是這麼笨 那後來我們也要生產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又扯到新的發明了 再來 後來愛麗絲坐了往後 她坐在這邊 白問後坐在這裡 白問後坐在這裡 我稍微介紹一下說 她真的有騎車和路樹的 紅王后跑到這裡 她跑 王后是跑對角線的 左右 她上下左右都會跑 對角線跑到這裡來 白王后呢 白王后呢 白王后是白王后在這裡 對不對 先跑到這裡 然後忽然間 從那個賣那個小店裡面不見了 變成跑到這裡 跑到這裡 又碰到這個紅騎士 實際上她可以吃掉紅騎士了 那她自己心虛 又怕那種紅騎士 就飛到這裡來 又坐在這裡 所以愛麗絲過來的時候 一坐就剛好坐在兩門中間 所以變成兩位老師在考試她 你要當王后 你要考試要幾個 所以考到數學高中就怎麼樣 所以各位如果看這本書 第二本書的話 懂了這個裡面很多東西 會比較有趣一點 OK 那最後講到一首詩 這本書裡面 最後一本書呢 這首最後那首詩 英文來講 它是把英愛麗絲的名字 看在第一個字母裡面 A-L-I-C-E-A-L-E-S Presence Ridell 這是它詩 那中文翻譯 現在大概中文翻譯版裡面 只有我是把它看在裡面 愛麗絲慢 由其禁記 它英文每個行都可以看 我們大概中文不行 所以把它看在第一個字裡面 原則上是把它一直翻出來 OK 那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個數學遊戲 看看一下 OK 這個方塊 64個對不對 這樣切完之後 重新拼 五成十三 怎麼會 完完整整 沒有改變 切下來 拼過來 沒有改變 沒有做假 真的拼過來 我把它放大 好像也沒有問題 那解答在哪裡呢 事實上 事實上 你如果真的很仔細 把它切出來放大的話 真的有個小縫 這個小縫 就是一格的面積 你如果用粗的黑線 遮起來就看不到 或者你這個圖 就做得很小的話 你以為你剪歪了 也看不出來那個小縫 所以事實上是 就是利用這個小縫 來藏一個方塊的面積在裡面 這是一個數學的謎題 那另外一個謎題呢 它會說 一個 這個猴子 跟這個鐵組 這個砝碼 一樣重 兩個是平衡的 那麼 猴子 如果猴子往上爬的話 這個砝碼 會往上爬 還是往下爬 事實上 這個是數學 最後就不講了 事實上 如果兩個平衡的話 永遠是相等的 如果猴子往上爬 這個砝碼 也會往上爬 兩邊是保持平衡的 是平衡的 當初很多人是說 猴子猴子猴子 猴子猴子猴子 都說 這個砝碼會往上爬 往下爬 都不會 它永遠保持平衡 因為兩個人是重量是一樣的 除非你加了更大的力量 把它往下爬 這個才往上爬 因為兩個人力量是等於說 有個人用了10公斤的力量 這個砝碼是10公斤 它也是10公斤的力量 要拉它 那是一樣平衡 你這樣用20公斤拉的話 這個會往下爬 這個總會往下爬 對不對 所以永遠是 這是物理 這個不講 那講到一個 有個150年的遊戲 藏在裡頭 這是我發現的 那我發表在卡洛協會裡面 那這個畫面各位看一看 他們跑完之後 所以要給他 大家都有獎品 這個愛麗絲沒有 所以這個老鼠來說 他自己應該有獎 那卡洛 那個 那杜牢 杜牢事實上就是卡洛 當食物hydrog 因為他講話 杜牢 她自己就是說 之後 他就說 空袋還有什麼東西 那艾麗絲摸了班él手 剩下一個別的陣 頂陣 就是這樣的一個樣子 就是做针线的时候,为了保护你的手指 不戳穿,戳伤了,就有个顶针 那卡洛说,你给我 结果拿给他,他又拿来颁奖给爱丽丝 就是有缝隙的故事 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画面跟西方婚礼很像很像 这个是爱丽丝新娘 这个都是鸟鸟新娘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她两个姐姐 一个叫鸟骨,一个小鸟 就是刚刚有女方站在这边 另外还有一个其他人 就是男方的家属站在这边 是不是跟这个画面很相像 那个戒指呢,是不是跟那个顶针一样 顶针也套在手上,戒指套在手上 这个还不够 各位注意到 各位注意到 书里面,故事里面是三只什么动物 爱丽丝动着鸟 爱丽丝就是老鼠 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画面上这个什么 鸭子 就不见了 这个老鼠爬到后面去了 为什么 刚刚讲过的话,这个是画她的画面 为什么不然就变成鸭子呢 我后来就证明给她看 这个鸭子就是这个人 当初这个叫做Duckworth Duckworth就变成鸭子 Duckworth本身是一位共识 所以事实上 他就说 这个人 真正人是一个牧师 所以变成 无形中变成一个真正的画面 所以说这个有点八卦说 那个卡洛真的是爱丽丝 真的希望跟她结婚 可是后来她母亲大概有干涉 就把人家得绝掉 后来就两个人闹翻了 那后来我去把这个 写在这本叫做北美卡洛学会里面 那当初她的编者 就介绍我这篇说 帐文化在七星空 度了底真的相当值得考量 仔细考量 那就是我写的那篇文章 是一共有试验 就是讲那个画面 讲到这个人家插画怎么画的 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当初他们发现了一些证据 这个原文的证据 这个这是6月份 今年6月份才出刊的 7月份我刚刚收到 那另外还有一个好玩的 这个是我发明的中文文化 他卡洛也发明了一个东西 怎么打头 头变成尾呢 一个字 一个字武汉 H EAD 改一个字 H EAL T H改成T T EAL T EAL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字 这个很蓝绿色 就是大概是这个颜色 你知道吗 T EAL 变成TEL 再改一个字 在TOR 再TEL 这是蛮流行的玩法 可是你字会不够真的不好玩 譬如说你喂这个字中间就要它过完了 其他字可能都懂 那我就根据这个玩法 我发明这个玩法 头跟尾怎么变呢 头改一边变 对不对 这个站呢 再改另外一边变 变有个毛 对不对 变成尾 这是我弄出来的 那结底字也可以玩 结底字跟头是这样子 结底字另外一边 它不能改成站 对不对 不能改成站 它变成实在的石 实在的石呢 你要找一个有毛的 底下有毛的字 这是变成一个古体字 钻 表示是棺材的意思 有个毛了 你就会变成尾尾 OK 那 那同样的 他说 那我进化嘛 圆 从A 变成man 怎么变呢 他因活的也要变 总共要六步才变出来 我们中文四步就变了 圆 加个框 取到这边 取到犬边 加个框 花圆了圆 圆里面 那个圆拿掉 变成球 球 在框框拿掉 变成人 那解底字 这个解底字 这个是 一块两块两块 框框有减圆 所以解底字要这样变 圆 加个犬子变成九 这个被保留 变九 九变愁 愁变人 OK 这些 这个是新的玩法 你们 大概台湾还是没有见过 因为我还没有发表出来 所以 各位是第一次 第一个观众 那 那时候就有个好玩 那有个外国人 这个专门研究爱意识的 他其实一个问题 他就有哪一个文 游戏 有办法 从春天 给我转成 变成夏天 夏天再变成秋天 秋天再变成冬天 冬天再变成春天 有没有可能 英文大概 他说 英文这个字很难辨 奥特朗普这个字非常难辨 你不可能 变一个字母 变成另外一个字 因为这个字很疲惯 很特别 所以中间就断掉 不可能 那我就告诉美国 卡洛学说 我们中国也可以 你相信 那我就把 我中文解答寄给他 所以 他们就很惊讶 这个中文我的解答 给各位看一下 春天 我叫木字旁 对不对 木字旁找了一个夏 也是木字旁的 就把木拿掉 给你夏 夏我接到一个口字旁 口字旁找了一个口字旁的秋 叫秋 秋 秋 秋又把口袋拿掉 给你秋 秋呢我就叫草头 再找一个有冬字的草头 冬 冬呢我找了两只虫 这有个蠢 对不对 这两个场合一变春了 是不是 都变春了 美国真的很佩服 非常 他们很爱这个 那他说你把它写出来 刊登在 所以我已经在写这篇 准备刊登在下一期的 那个 美国里面又给我写了 那介绍一些中文 所以把我们中文弄进去 好 OK 那所以呢 我已经把这个资料寄给这个人 所以他 这个人在今年四月份 就有个报告 就我这个东西叫Dubbreak 我判成对对变 所以他也在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把其他语言的版本介绍出来 特别提到我 所以我提到这个版本 有特别提到这个东西 所以今年呢 我写这个版本 写出来 那各位刚才学到了 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把农冰的缝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四上节有两部 那我跟我儿子 我这个拿着考我儿子 我这个 各位刚才再分析一下 怎么怎么变 每次变一部分 对不对 那天我跟儿子试验 我跟他讲 后来给他题目 他后来这个就讲出来了 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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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回去看一看 头 这个换一边 再换另外一边 然后这边呢 要能够拉出另外一个自己的部分 就这样变 各位可以插回去 看看 看有没有变出来 那 好 我现在在我结束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 后来卡洛跟拉利斯呢 在当地的教堂 真的他们放上去了 所以他们是上 他们最好没有结果 真的成双成对 在教堂里面 特别是在教堂里面 好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 卡洛和安利斯 这个呢 是在纽约中央公园 的一个铜像 是一个有钱人 为了纪念他的夫人 把他太太做成安利斯的样子 那这个做得很大 所以很多小孩 可以爬来爬去 纽约的教堂公园 我特别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地方 在 Chesha 就是那个柴郡 英国柴郡 就是跟卡洛出生地不远的地方 他们真的做了一个 风草会的雕像 游客可以坐下来 跟这个人照相 那你们注意到 这是爱丽斯做得很直 这是表示当时的女孩 真的是训练这样做的直 可是你们看到抄法 她是爱丽斯说什么 她是贪在你上 那是不好的 所以她在那个 在地下世界是不可归群 她这个就是很归很归群 这个是书店的门口 OK 所以就赶时间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用这个email地址跟我联络 你们真的有答案的话 可以寄给我 我们大家研究 就是说 事实上今天下午是一个风草会 希望大家 都会很开心的享受这个校的时光 那各位有兴趣 可以跟我联络 希望多一位 多一些朋友 喜欢爱丽斯的朋友 跟我多联络 那我们交换一件 有知道我这个东西是很多资料 因为今天 临时因为小朋友多了 有些比较深奥的东西 我就不讲 变得有点讲故事 配了观众 所以今天就大概到街 这里几乎算结束 那剩下来 我看就有点时间 留给同学们 我们就会来时间 好 好 各位朋友 今天真的是机会难的 就是不晓得这个 小小一个爱丽斯漫游奇迹的故事 它中间有这么多 像我们赛 不好意思 上一场的赛老师的演讲 它的统统就是童话故事里的故事 你看看 一层一层一层的故事 然后里面这么的有趣味 然后我们赛老师还提供了一个谜题给大家 如何偷笼转送 所以如果有这个答案 现场就有答案 我们马上就送奖品 那当回去再想的答案呢 那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赛老师联络 那刚刚在入场的时候 朋友们到我们的那个问卷吧 有没有 有没有人现在需要的 我们可以再发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回馈单 希望各位可以把您间演讲的收获提供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回收的问卷里头 抽出五份 我们制证一个小礼物给您 所以如果说已经填好的朋友 可以把那个问卷交给我们工作人员 那在此同时 有问题想要问我们赛老师的话 也欢迎一下可以随时提问 好 请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那然后我的问题是 鼎真为什么一直是一个爱的象征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 事实上我们讲证据有好几个程式 一个是你的想象力 鼎真不是爱的象征 鼎真是像很像戒指 为什么他头会是靠你手上的 可是这个是想象 还不算 不算证据 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 第二个想到呢 我就想到这个 看到这个画面 很像那个 像那个婚礼的草仪式 对不对 这个也不算 这是一个很巧合 第三个才是真的证据 那个人是一个不思 那是证据 我的问题是 这个我都被追求了 我的问题是 其实是另外 就是说 为什么鼎真在英国的文学文化里面 没有 其实因为他是很像戒指 很像婚礼的戒指 所以就是 你可以 觉得他好像是 有点象征性说 像戒指 因为在另外一个作品里面 别的作品应该没有 在英文学文化里面 那个 他的那个 在 他的 爱的庆祝之后 也是一个鼎真 他也是这么巧合 好 鼎真好 我跟孙蕾讲的鼎真 我跟各位也讲个小故事 好 鼎真是啥 还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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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Pan Peter Pan 他也是 鼎真是Duck Kiss 真的啊 那我还不知道 他是Wendy White 真的啊 那我还不知道 那真巧 事实上这样子 鼎真在英国小孩 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 为什么 英国小女孩很可怜 四岁 大概 最早小孩四岁 就要跟街主做学座针线 你学座针线 你一定要去到鼎真 保护的时候 手指头 所以他们四岁要开始做女工 我们叫女工 对不对 所以他的鼎真 所以他们很密切 另外还有个游戏 什么游戏呢 我拿一个鼎真 放在一个地方 把小孩子都送 你们出去 我放一个地方 你们小孩子进来吵 找得到这个鼎真 又没 事实上 对他们讲 是一个很密切的游戏 那 至于说 刚才事实上我没有艺术 他是爱有象征 他说 他很像戒指 那你玩家家酒游戏 你没有婚礼 没有戒指 那我就拿一个鼎真 就是他的鼎上 以及我们家家酒的观念 讲 是家家酒的观念 可是那不算真正 我最好能争取说 因为那个鸭子是牧师 所以才能正理 前面那个都不算 应该是巧合 应该是你自己想象都不算 那我 这个题目呢 那如果 今年年初 我直接进去卡罗 请问问他必须 我最近有没有写过这个题目 他说我完全没有 而且没有人发现 所以我写出来 他们很兴奋 所以他们要求我 继续再写这个东西 那我现在退休了 大概没事就会写你 真的没事 谢谢 没事就会写你 好 好 我们谢谢张华老师的回答 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想要问的 那稍等我们一下 我们把地下麦克风好吗 那后面那位先的 来 这样子可以你的提问 让所有朋友都听见 可以 已经有答案了 老师 哇 那要不要到前台工大 对 然后那个东 那去到那边 然后就是变的名 名叫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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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变成鳳 谢谢 好 握骨长龙 这一定要送堂蜜 我们待会会 请找老师来讲 对 那刚刚这位也有 怎么会演 这么精彩的演讲 真的觉得收获很多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刚说那个正婚的画面 就是我觉得老师 这个发现真的很有趣 可是老师 您怎么知道 就是里面的哪些人物是比喻谁 像那个鹦鹉 老师就会想到 他就是他姐姐 不是想 是有根据 哦 那就是不知道是哪些根据 然后还有刚刚这个正婚的画面 就是那个人就是 老师就知道他就是做自己的 定 定 这样 那再来就是我很好奇 因为刚刚老师有挖一些 就是他跟艾丽丝之间的八卦 那我就很好奇说 他们在艾丽丝十八岁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事情 所以闹翻 是因为家长的反对 这样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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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是Laurie,Laurie,英文 那英文的大姐,大姐叫什麼?Laureta 她名字叫Laureta,所以變成Laurie 另外一個小音叫Egre,Edit 她小音叫Edit,叫Edit 這個都是有點 所以,你為什麼知道另外一個? 我們找到資料,有這個點故 那至於說,為什麼兩番照片到現在還是一個名字? 為什麼呢?卡洛斯人,被神經都在寫 偏偏有一個日記裡面,有好幾本不見了 然後有一次1864年的幾月 有三千日記給人家死掉 那裡面就在鬧翻的關鍵的時候 那為什麼鬧翻?怎麼鬧翻?永遠沒有人知道 已經把她三千日記都撕掉了 所以後面大家都在猜 到底卡洛斯是不是會喜歡愛麗絲? 還是說為什麼?還是有愛上別人?大家都在猜 可是我孔聰他的照片看起來,真的兩番真的有問題 因為我另外一張照片我也照出來 同一天,卡洛斯還跟另外一個人照的像 是她姐姐,就是那個Laurine 那她大姐照的像,是效文版面的 照的像這樣,同一個自私 那愛麗絲這張就很無奈的樣子 那表示兩番真的有問題 那什麼問題呢?多數是男人 是八卦 所以就說我們是推論,不可能有證據 因為現在真的沒有證據 可是我那個證據,看起來 她會說你推論真的蠻正確的 有證據的 所以就是這樣子 可能永遠不能夠證實為理她自己 OK,謝謝 謝謝 好,有另外一個解答,沒錯 OK,對 對,對啦 你唸給大家聽吧 對,就跟總共有朋友分享 唸一下,唸一下 龍怎麼變? 唸啊,講出來沒關係 就是從龍變成蟹 然後變成鳥,那變很透 那個鳥加鴨魚怎麼唸? 鳥下面加鴨魚還唸鳥 對,沒錯 這個另外一個解答,正確,完全正確 OK,大家知道嗎? 好,實際上我們中國人 我告訴你,剛剛那個 春夏秋冬那個 這個想嚇美國人 為什麼?我除了這個 這個變之外 我另外還有一個變法 另外我圈我要想嚇美國人的 我說這個,各位有沒有看到那個樹 好不好? 好,我有辦法把各位回去查查看好 這個字,春加木 就變春,對不對? 我這個夏也可以變成加木 一樣,加個木變夏 這個秋同樣有個木字頭 東也是同樣有個木字頭 東,春也有木字頭 所以,我只要用木字頭 所以,我只要用木字頭 以春去變成春夏秋冬 變出來 那這兩個都寄給他 會不會很嚇死 我們中國文字 好玩 可是,大家好像從來沒有發現過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就有無數人解答 事實上那個剛才那個 農廢還有不容的解答 還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解答 可以寄給我 事外原則 我可以為各位提示 農家三連水 怎麼會變? 第二份是變什麼? 農三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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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變成縫? 第三個字不要拿農 請問,縫字拆下來兩個字 反了 所以第三個字是什麼? 三連水叫反 農三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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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是第三個字 比我兒子ção一天 可是,我兒子給我一個題目而已 인문… 回想,答不訪 drills 他問我有沒有辦法把天變地 這個很難喔 各位也可以回去想一下 我有解答 我大概想了十分鐘 可是這個有點難度 天這個字很難變 這個天字幾乎很難變 要有一點想像力 你要加東西怎麼加 加在哪裡 變地 天一定要改樣子 也同樣四個步 前後四個步就會變出來 天變地 各位也可以有興趣和Email寄給我 OK 那我再教會 朱老師 還有沒有人想要問 有問題 你覺得朋友跟高跟朋友都會有好 正 快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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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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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再拿一張嗎? 現在是再拿一張嗎? 再拿一張還沒有喔 再拿一張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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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以為是哪一包 32 32 32 就是 左轉 然後這個 左轉 就是 王 他會 現在的第一番 左轉 左轉 走出去後 卡被一個 14色 或是 拳腳 然後 再往下去 再右轉 再有去過一天的 沒有 剩下沒有 跟三位我們先來 招王子 跟大家要來找 然後 這裡 再張 有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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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另外一個頂針 送給另外一個 好看這裡 一二八 再一次喔 好謝謝 還有一個 謝謝 再兩個頂針 來看這裡喔 一二三四 一二三 好謝謝 還有沒有 五號 三十八號 沒有的話就要做費囉 再來一張 二十一 十三 二十一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啊 二十一 沒有 二十一 沒有 二十一 OK 三九 三九 黃亞軍是十三號 二十一 今天是不肯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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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